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一般会叫做什么 叫做谷歌浏览器啊 因为它是谷歌这家公司出品的一款浏览器 而火狐呢 当然它就是火狐这家公司出品的一款浏览器了 好了 一般的话呀 Chrome 就叫做谷歌浏览器也可以 那个发放的浏览器呢 叫做火狐浏览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正式的安装 我已经给大家提供好了这两个浏览器的安装包 当然了 你也可以去网上自己去搜索下载啊 我给大家也试一下 比方说如果你要去下载这两款浏览器的话 可以通过咱们的浏览器里面输入搜点看 就是这个360搜索 好 在这里面呢 你输入prown 回车 OK 首先呢 这里当然有它的一个官方页面啊 但是呢 如果说进入官方页面 你这个去下载的话可能麻烦一些 你可以直接在这地方啊 3625为你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下载选项啊 在这里面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 当然这个非常智能 它会根据你的系统的版本去提示你所需要的版本进去下载啊 这个不需要你去选择 它默认就给你一个推荐的版本 好了 这是 Chrome 浏览器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下火狐浏览器 Firefox 好 一样的 看见没有 对吧 这方也给你 根据你的系统也给你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版本 好 在这里面上点击安装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 我们今天呢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安装包 直接在安装包进行安装 打开咱们的这个资料文件夹 把它放大一些 好了 这地方第一个安装包就是咱们的火狐浏览器的安装包 双击打开它 当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你以为怎么着 你以为这个地方卡住了 其实不是 其实当你双击的时候 它在那加载 你看 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 并没有给你任何的提示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奇怪啊 谷歌这家公司呢 很多的产品设置还 有点 其实不是很人性化 怎么着 也得给咱们一个提示 对不对 不管怎么着 反正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了呢 我们就开始输入3w.百度.com 来 打开这个网站来看一下 当你能正常的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的时候 说明咱们的这个浏览器就安装成功了 好 基于它的更多的一些使用功能呢 我们在这里不过多的进行介绍 在后面如果我们用到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 OK 把它关闭 放在这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进行安装咱们的火狐浏览器啊 一样也是双击 双击之后呢 这个火狐浏览器比较智能 你看 它会给你一个提示 对吧 正在提取咱们的安装包里的一些内容 好 等待着它去完成 提取完成之后呢 下面就会出来出现一个什么 安装向导这样的一个界面啊 安装向导这样的一个界面 我们只需要按照它的提示下一步 对吧 然后这里面有个典型 有个字定义 对吧 我们一般默认就可以了 下一步 好 这里面会提示你什么 会提示你有一个安装的位置 对吧 好 一般的软件呢 都会推荐安装在C盘 特别是咱们像浏览器 或者说开发应的一些软件啊 你尽量的都安装在它默认的 这一个文章节下面就可以了 好 这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勾给去掉啊 就让它不让你作为你的一个默认浏览器啊 我也不让它作为默认浏览器后 点击下一步 OK 刚才还有一个安 下一步我已经点快了 直接安装好了 所以这下面呢 我们会是吧 发现这里有一个立即运行 Firefox 火狐浏览器 好 我们进行完成 它就会立即运行 好 这时候我们浏览器就很快速的打开了 那么同样呢 我们也输入一下什么 3w.百度.com 来测试一下 好 回车 这时候也能正常的看到咱们一个百度的这么一个页面啊 说明我们这个火狐浏览器呢也是安装成功了 在大波波以后的课程里面呢 都会大量的去使用火狐浏览器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款浏览器啊 当然这款浏览器呢也是咱们开发的过程中 很多开发者首选的一款浏览器 它有非常多的知识的功能可以去用啊 以后呢 我们都会大量去使用 就是说在这节视频里面呢 我们也不会过多的进行介绍啊 好 安装已经完成了 本节视频就到此为止啊 继续来学习下一个视频